虽然在U17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是输给了德国队遭到了淘汰,但结束了本届世界杯比赛后,阿根廷小将埃切威利也凭借之前对阵巴西队的帽子系法名阵全欧了。 在对阵巴西队的比赛后,大量的豪门球队都开始对他进行关注。 目前就已经有八大豪门队他产生了兴趣想要直接抢人了,其中曼城、切尔西、黄马、大巴黎、巴萨、AC米兰、本菲卡、曼联都希望能够签约下来这位天才前锋。 毕竟作为阿根廷U17的10号核心,大家都在期待他未来能够顺利成长良起来,成为梅西一样的领袖巨星。 而埃切威利也对于前往欧洲效力兴趣很大,毕竟那边有着更加高的工资待遇,还有顶级教练团队和队友,能够让他未来发展更加迅速。 其实埃切威利确实和梅西有着很多相向的地方,170的身高,加上快速过人还有敏捷的反应能力,都能够让他在球场上做出来快速的突破和过人。 而对于埃切威利来说加盟曼城和黄马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曼城可以得到瓜帅的指导,阿尔瓦雷斯在曼城就逐渐站稳了脚跟,而当年梅西也是在瓜帅的手下打出来了顶级水准。 瓜帅对于年轻球员的培养还是相当具有水准的,而加盟黄马则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曝光度和工资。 未来埃切威利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偶像球员,对于阿根廷队来说,能在后梅西时代迎来一位世界级前锋还是非常好的消息了。 在足球界,阿根廷一直被誉为足球王国,这个称号背后蕴藏着无数足球天才,从马拉多纳到梅西,再到现在的老塔罗,迪巴拉,阿尔瓦雷斯和恩佐,这个南美洲的神秘国度总能涌现出让世界瞩目的球星。 如今,一位新的阿根廷足球神童,埃切威利,正在用他的表现引领阿根廷足球的新潮流。 在正在进行的U17世界杯上,埃切威利代表阿根廷U17国家队出战,他的表现让全球球迷瞩目,面对强大的巴西队,埃切威利独中三元,上演帽子戏法,成为本届U17世界杯最璀璨的一颗新星,他的出色表现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阿根廷足球的未来。 由于在U17世界杯上的高光表现,埃切威利成为欧洲各大豪门追逐的目标。 据西班牙阿斯报透露,包括皇家马德里,巴黎圣日尔曼,曼城,尤文图斯,AC米兰,本菲卡,马德里竞技,国际米兰在内的八大欧洲豪门都向埃切威利抛来了橄榄枝。 对于这些欧洲豪门来说,埃切威利的解约金并不构成任何障碍,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展开一场抢人大战。 这位17岁的阿根廷天才神童正在引领世界足球的新潮流,他的未来值得我们期待,他的名字,埃切威利,也将成为足球世界的新传奇,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天才神童在未来的表现,期待他在世界足球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从阿根廷的足球神童到欧洲豪门的追逐目标,埃切威利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足球世界的无限可能,他的技术特点与梅西相似,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面对即将到来的东窗,欧洲豪门们的抢人大战已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球迷们来说,更期待的是埃切威利在未来的表现和发展,他能否成为阿根廷足球的新传奇,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努力和天赋。 总之,埃切威利的故事让人们看到了足球世界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他的表现和成长历程不仅为阿根廷足球争光天才,也让全球球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位天才神童在未来的表现吧。 在阿根廷,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他几乎是一种信仰,这个南美国家以其对足球的热情,历史和传奇人物而文明于世,从迪亚哥马拉多纳到莱昂内尔梅西,这块土地孕育了无数的足球巨星,他们的名字和成就如同镶嵌在世界足球, 足坛历史长河中的珍珠。 他能够通过精准传球打破对手防线,也能个人突破得分,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他在优时期世界杯上一战成名,当时他以一己之力帮助团队取得胜利,并上演了难忘的帽子戏法。 然而,艾切威里并非只有在青少年比赛中才表现突出,回到国内联赛后,他依旧保持着良好状态,并迅速成为了本土联赛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随着每场比赛结束后球迷们站起来为他鼓掌喝彩,艾切威里逐渐成为了阿根廷足球新生代中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优秀才华很少被局限于国界之内,多家欧洲顶级俱乐部已经开始关注这位阿根廷新星,并对其展开追逐,消息圆昌,在这些豪门俱乐部中,有些甚至准备好了丰厚合同和高额解约金来引进艾切威里,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富有潜力的球员来说,选择加盟哪支队伍将是一个重要决定一个可能影响其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轨迹的决定。 随着转回窗口即将开启,足球界极广大爱好者都在关注着艾切威里将做出怎样选择,无论结果如何,在阿根廷足坛留下深深印记已经无庸置疑,就像许多前辈一样,艾切威里预示着阿根廷足球未来光明而激动人心的前景。 总结来说,在体育领域尤其是足球领域中,阿根廷始终以其源源不断涌现出优秀运动员而自豪,而像艾切威里这样具备非凡才华与潜力的新兴则在此,证明了这片土地上对于足球无限深厚与真挚的爱恋与期待。 这位阿根廷小将的出现,不仅仅是对阿根廷足球的一份新希望,更是对全世界足球的一份期待,它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足球运动无限的可能性和年轻球员的无穷潜力。 当然,人们谈论西梅西的另外,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位球员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而这位小将,也需要在人们的期待和比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最终,无论这位17岁的天才最后加盟哪家俱乐部,他都已经在足球的世界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而对于球迷们来说,不仅仅是欣赏他在场上的精彩表现,更是见证一个新兴的诞生和成长,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而对于他所在的俱乐部来说,无疑是获得了一颗闪耀的新兴,未来几年他将成为球队的核心力量,引领球队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总的来说,这位年轻的阿根廷前锋,用他在场上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潜力,同时也启发了我们去思考足球运动的多元化和未来足球星的培养。 而对于那些致力于追求足球梦想的年轻人来说,他的故事同样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范例,告诉我们只要有才华,有梦想,并且勇于挑战,未来和其光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